所以各位有時候 我們 我是華人他是西方人 有時候格格不入 這也不行 你要觀想我就是美國人 我就是黑人 我就是猶太人 這個叫什麼 念下來眾生一體 你要了解猶太人的苦 你才會幫助猶太人 如果你覺得說我是華人他是猶太人 我是佛教他是天主教 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在歐洲的時間 我每天都去跑教堂 我每天都去跑教堂 因為我在教堂念經更認真 因為教堂地上都是活木啊 地下室都是骨頭啊 然後呢 耶穌基督代表忍辱 釘在十字架 聖母馬利亞代表觀音慈悲 所以我們在天主教堂 基督教堂念經 就希望這些往生者 乃是活的人 願憲世者 消災眼神 往生者 滿怨生天 那這也觀想阿彌陀佛接引他們 所以各位 欸 有事沒事多到教堂念經 好不好 慈悲啊 我念得很認真 所以因為我認為 因為 我有一個老和尚 他有一點小神通 他有一個講說 你做過傳教士 我說對 因為我是基督教徒來的 我到 我到了教堂 比在佛堂認真 我在教堂我就會一直念 一直點燈 我很喜歡看聖母馬利亞 看到掉眼淚這樣 我很喜歡看聖母馬利亞的臉 我師父有講過 他說你看觀音菩薩都沒那麼認真 我說師父對不起 因為我看到聖母馬利亞 真的很感動耶 他說你不會跑回去 不會不會 我佛教很好 但是聖母馬利亞的悲心太重要了 所以 我們去外國人的墳墓念 我就觀想我自己變聖母馬利亞 要會觀阿 你去那邊變地上王菩薩 他不理你的阿 那是給中國人看的 對不對 那邊都是老外的墳墓 你要變聖母馬利亞 不然你變耶穌基督 所以你要經常看他的形象 了解他的心態 了解他的心態 所以聖經 如果你佛經研究完了 你要看看聖經 然後你要了解對方 才可以幫助對方 你不能說我跟你格格不入 所以叫無眾生相 你不能有分別 你才能夠融入於對方 所以你做過媽媽 才知道媽媽的苦 你生過小孩 才知道小孩子的特性 所以你做過媽媽的人 你去超度小孩的時候 我們今天去購物 去超市買很多 去超市買東西也是修行耶 因為你平常買東西 是為了自己要吃 那不是修行 今天去買東西 是為了放萌生 那就是修行 這個小朋友 所以我們也女生 師父要買多一點牛奶 因為小baby喜歡 嗯 太好了 先買很多牛奶 買很多牛奶 要放在火墓 就可以讓很多小孩子來喝嘛 這就是一種悲心 所以漢傳佛教用 不思食物來招請眾生 以這個方法來超度它 動物喜歡吃什麼 中國人吃什麼 西方人吃什麼 你就要買什麼 買什麼呢 借這個方便 讓他得到 暫時的安樂 所以首先你要幫助他 就近解脫 你一定要給他暫時的快樂 暫時的快樂就是 他現在需要什麼 喔 一件漂亮的衣服 那些女生就會來了 對不對 一個可愛的洋娃娃 小朋友就會來了 然後呢 那各位你會怕 他們來了怎麼辦 跟你沒關係 佛有力量啊 你只好念佛就好了 你念阿彌陀佛 你念往生咒 你念辨時咒 他就得到了 所以各位首先你要對三寶有絕對的信心 那念一句阿彌陀佛 不得了了 地獄的眾生聽到佛號一定超度了 鬼道的眾生聽到佛號一定超度了 地獎本願經說 一個靈命宗者聽到佛法聲一句名號 或經典一句寄語 他就超度了 想不相信 所以各位要多念喔 我上回 上個月在法國巴黎鐵塔 鐵塔好高啊 我就觀想成為佛塔 所有的都是裝滿經典 所以每個人都在那邊照相 在那邊繞 每個人都得到佛塔加持了 念一下 萬法唯心照 對 你想什麼他就變什麼 你要這樣去觀想 所以我們修 修磁咒就是觀想 明明它是 它是個石頭我可以觀想成佛像 一隻螞蟻我觀想成觀音菩薩 所以心可以轉化一切 千萬不要被外面的世界干擾了 對不對 心隨著境界轉 那就煩了嗎 我們要 轉煩心為佛心 轉五濁二世為淨土 你要轉 請問各位 現在我們在哪裡 在哪裡 你不要講波士頓 錯了 極樂世界 波士頓是世間法 有什麼好講的呢 再問一次 我們在哪裡 極樂世界 所以我們的祖先也會去極樂世界 因為你怎麼去看待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本來就清淨了 萬法的本體都是空性 都是清淨的 所以確定這邊是極樂世界 所以這邊是極樂世界 那我們去魂牧區 或是我們招請這些可憐的鬼魂地獄 請問他會不會進入極樂世界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各位你要 你要讓別人看到你像阿彌陀佛才行喔 學佛的人看到你 哇你怎麼像烏鴉 對不對 你一定要深口意念佛 身體有阿彌陀佛的形象 嘴巴 不罵人 不騙人 多講好聽的話 心裡面有悲心 所以 希望別人看到你 就像看到一朵世間出污泥而不然的蓮華 各位一定要給人家這種印象 對對方無所求 而且 充滿了悲心 唸下來 一點都不執著 卻充滿了愛 這個要悲 這個叫蓮華 弘毅大師寫了這八個字 非常好 聽一下 了事如患 愛心永存 這個世間 一切都是假的 對不對 如患如患 但是 愛心 慈悲才是生命 如果你要長受不死 不是這個身體 永恆的慈悲 釋迦牟尼佛叫永恆的慈悲 請問佛陀現在是活的嗎 永遠活的 所以叫常住永遠都在 常住十方佛 真理永遠都在的 佛永遠都在的 佛沒有死亡 但是肉體會死亡 但是大部分的人 把肉體當作生命 啊 我要死 但是各位 願力 慈悲的願力 是永恆的生命 聽一下 菩薩以誓願為生命 生生世世 趁願再來 來去自由 不去不來 因為 慈悲就是祂的生命 所以 就像空氣一樣 太陽一樣 永遠存在 它沒有去沒有來 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 不增不減 如果你能夠找到永恆的生命 那叫空性 那空性的展現是什麼 來 很多人說開悟開悟 什麼是開悟 什麼是佛性 佛陀說來 大慈大悲 極視佛性 顯現慈悲 極見如來 極見如來 對 幫助眾生 就看到佛 很簡單 一個人拿著食物去餵魚 噢 我看到佛了 一個人慈悲幫人家念佛 噢 我們看到佛了 希望這個佛永遠都存在 所以佛要我們發菩提心念佛 既然你要念佛 什麼叫發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佛的心 所以慈航法師寫一句話很好 來 以佛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己志 所以我們隨時要用佛的心 菩提心成為我們的心 這個叫不離菩提心 那什麼是菩提心 那我們就研究大秤經典 毫無保留的 以自己的所有快樂功德 去接受對方的苦難 堅定不移的 為所有眾生而成佛 讓所有眾生皆得解脫 菩提心 願成佛 就是要讓所有眾生 都離苦得樂的決心 而發願成佛叫菩提心 所以在這邊 佛要我們發菩提心 不分男女都成為大丈夫 但是為了要修菩提心 然後佛陀要講一句話 掌握一個教法 就掌握佛陀所有的教法 哪一個教法 等一下 大悲心 那大悲心為根本 才能夠修菩提心 為了讓所有眾生都離開痛苦 叫大悲心 那你如何讓眾生離開痛苦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痛苦 所以要修大悲心 必須先修什麼 唸一下 初離心 如果你覺得這個世間 還有某一個事情很快樂 那就沒有初離心 記住喔 我現在我先生對我很好 那你沒有初離心 我先生對我很好 但是他好可憐 他還在生死輪迴啊 就是因為他對我好 我一定要讓他解脫輪迴 那這個有 不是我永遠愛他 而是我要讓他解脫輪迴 這個世間沒有一個東西 是永恆快樂的 各位你不能說 人家問你你移民美國幹嘛 去度眾生 你不能說美國比我們家鄉好 那你還有一個執著 美國好啊 我們家鄉不好啊 那你變成一種執著了 所以各位你要 什麼叫初離心 這個世間 沒有一寸土地是快樂的 沒有一個法是快樂的 所有的快樂都是痛苦的開始 是不是 記住這句話 愛情快不快樂 早知道就 不然我們就不用出家了 但是要把愛情變成慈悲 那就快樂 慈悲沒有恨 慈悲沒有忌妒 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世間的愛情 那你永遠苦 沒辦法 特別是各位是女生 女生的多 為什麼女生來聽佛法多 女生苦啊 趕快來拜觀音菩薩 不要苦啊 女生比男生苦 因為女生 所以各位男人一定要疼愛女生 女生每個月都有月事 很苦 很苦 快死了一樣 痛苦 這就是女人 她沒有辦法 所以她情緒上 生理上比男人弱 然後呢 感情上比男人執著 放不下 她愛上以後 她就沒辦法 拔不開 就像很多媽媽 師父我什麼都放得下 就放不下我兒子 因為她深深深深的愛上她的兒子 母年一百歲 長幽八十了 媽媽一百歲了 還在煩惱八十歲的兒子 那很多人這樣聽 那你就不要生兒子 就沒有問題 那你不會修慈悲 你一定要真正愛過 你才會慈悲 但是各位 你真正愛過 不見得要愛自己的兒子 愛那個老人 愛那個鬼道 愛那隻流浪狗 你要去愛他 愛那些敘利亞很可憐的人 愛那些歐洲的難民 你要把他們深深的放在你心裡 我們是修禪定的人 禪定的人呢 就是不管在什麼時間都保持在定 叫禪定 打坐只是一個方便 生病的時候也要在禪定 快樂的時候也在禪定 痛苦的時候也要在禪定 就是保持你的發心 對 雖然那個很痛苦 雖然那個很快樂 你知道那個是假的 那是禪定 就是各位在打坐的時候 就要練習在這個痛苦跟快樂的時候 不離開那個主題 我們叫參話頭 要養著那個習慣 好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 就僅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所以 生命電視台帶著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多互值